大家好 今天是11月4日 星期四 市有少少短定 以及技术上的反弹 但美中不足的地方 始终大部分时间 都是拉在25,000左右的水平 即是属于一个 初步短定而进入整固的格局 我们先看它的指数 早市恒指先高在117点 到25,141点 之后曾经再高建25,244 这一分钟 相当于昨日来说 是升了220点 但有一点美中不足 因为第一 恒指现在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第二 最低的租移动线就是50天线 现在大概在25,286点 其实距离今天的高位 只是相差几十点 指数未能够突破50天线 这个在移动线方面 是有少少美中不足 由于零零碎率的高压 仍然还是渗渗渗渗 结果市况整日来说 都是徘徊反复 曾经低见25,010 轻轻倒跌14点 但我自己觉得 最重要的是 全日的指数 大部分时间到现在的分钟 都走在25,000以上 这点就相对昨天的低位 是24,808点来说 给人的感觉 所以市的确是稍微转型了 11月份暂时来说 都是一个先高后低的形态 指数仍然是由2号的高位25,639 跌至3号的低位24,808点 暂时来说 今个月的波幅有831点 第一 一个月的高低位是绝对不可能 在两个交易点之内出现 第二 831点的波幅 亦不可能满足到整个月的要求 由于一个月的高低位 一定是抹开起码 8到10个交易点 就是说 如果指数没有 或者不会再跌穿 24,808点的话 的确有一个憧憬 后一个阶段 是一定会攻破2号的高位 到底攻破多少呢 我就当你今个月的波幅 1,200点 1,500点 高位在哪裏 用计数机一计就能计算 另外要提醒大家 今个月的波幅 是由25,639 跌至24,808点 暂时是这样 但在这831点的波幅里面 就宽了10、20和50天线 很简单 如果指数能够攻破今个月的高位 就等同已经收复了10、20、50天线 所以现在这一分钟 整个市整顾不前 反复不明 这个是要给些时间去等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不要跌近 或者不要碰到 9月和10月的低位就可以了 为何这么说呢 大家看看 9月的低位 9月21日是23,771 10月5日的低位23,681 这架上是一个箱底 相对今年的高位是31,183 整个浪今年已经跌了7,502点 其实这个波幅不算少 如果没有什么黑天鹅事件再出现 理论上今年最低的指数已经见了 问题是由这个低位开始的反弹 暂时来说最高就去到26,234 能不能够进一步推上呢 不妨看看 23,681 拉上来昨天的低位24,808 好像高低却 如果这里拉上来就形成一条上升轨 这条上升轨能不能够稳守呢 很关键 如果不能够稳守 如果能够稳守呢 升轨放在这里 上面一个阻力位放在这里 就形成一个中短期的上升三角形态 对后市来说呢 当然是正面 新经济股 腾讯、美团、阿里巴巴 其实最低的股价已经见了 只不过这阵反弹之后 现在处于一个整固等变的形态 传统经济股份 友邦也好 回控也好 941也好 港交所也好 平保也好 其实我又不觉得他们会怎样大跌 尤其是友邦有个回扣在动 所以大使不明就还不明 但情况暂时看起来 好像不是太过差 大家好 今天是10月4号 星期四 故事走势还是有一点点反复 不过看那个表现 好像是慢慢的回稳了 我们先看看指数 照顿恒生指数先高开 117点到25141点 曾经一度再高见25244点 这分钟相对昨天收拾来说 是上升了220点 而且也距离50天线只有相差几十点而已 当然暂时来说 恒生指数还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而最接近现在的指数的就是50天线 好了 由于没有办法再进一步推进 股市也开始有一点点的反复 曾经一度稍微低限2510点 这分钟轻轻的回调14点 其实来说 股市暂时虽然说是有一点反复而不明 可是从这两天的走势来看 在低位的时候其实估压并不是很大 所以变成来说 暂时我觉得可能只是一个反弹之后的一个回调 而这个回调到昨天的低位24808点 好像是已经稳定下来 当然暂时不能够恒定节点 我们要等 等到指数能够回升到50、20跟10天线以上 就可以跟大家说 股市应该是初步出现一个回稳的信号了 不过当然有一点大家要记住 11月份暂时来说还是一个先高后低 指数还是从2号的高位25639点 回调到3号 就是昨天的低位24808点 当然一个月的高低位是绝对不可能 在两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那这个很简单 指数要是没有 不会再跌圈24808点的话 等于说它最终还是会往上攻破 25639点的低 一个月的波幅绝对不可能只有831点 要是这个月的波幅有1500点的话 低位要是已经出来的话 高位在哪里 一算之下已经可以算到了 第二一个月的高低位是绝对不可能在两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那这样子看起来 要是说3号是这个月的低位的话 那这个月的高位应该是在这个月20号左右才会出来的 中间来说不管是怎么样反复只是等变而已 再看一看主要南筹方面暂时来说的确还是不明 不过新经济股份像腾信 像阿里巴巴像美团这些 主要衡生主书全分股暂时表现 我想还是不错的 最低限度不会像 找钱不断往下寻找低位 所以变成来说 一旦有买盘出现的话 我想像腾信像美团点评 跟阿里巴巴稍微做好一点点的机会是蛮高的 还有传统南筹方面 其实从友邦常汇宏 香港交易所 还有平保这些股价表现来看 其实来说我不觉得会怎么样大跌的 尤其是汇宏 因为有一个回扣 其实来说未来这半年 大概要21的美金在市场中这个回扣 一般来说股份有回扣的话 它股价表现都会稍微比较稳定的 另外来说 友邦要是香港跟内地的边防要开通的话 我想一下子回升到90块钱以上的机会是蛮高的 其实最近友邦已经曾经一度攻破90块钱了 另外来说 香港交易所没有办法 因为大水的成价还是比较低迷 所以股价表现只是一般 还看看那个平保 从48块钱左右水平一个反弹到64块多 现在刚好在55块钱左右水平整过下来 等于说最快的时间可能是已经过去了 所以股市在10月份 很大机会出现一个先低而后高的走势的 好了 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我要解决一下 金面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